杀戮突然出现在了比克他们面前 而17号并不认识杀戮 吸收大量生命精华的杀戮 开始释放出惊人的力量 比克已经不是对手了 克林他们也震惊了 琪琪说直接去找布马来摇空气啊 傻傻的在这里等干嘛 然后克林飞去找布马 天津饭飞去帮比克 就在杀戮准备对17号动手时 比克告知17号真相并让他赶紧跑 说完杀戮就对17号发动攻击 就在杀戮的尾巴准备刺进去时 比克冲出来踢飞着他 肯定是听不进去的 结果被杀戮打爬在地 比克冲过去解围 也被杀戮直接打飞 杀戮走过去又踢了一脚 16号让18号先走吧 要是都被杀戮吸收就真的无敌了 接着气喘吁吁的比克 双手于胸前聚集惊人的力量 朝着杀戮发射了激烈光弹 半个小岛直接被炸没了 只见杀戮从水里扶了上来 压根就没有受伤 杀戮一拳打断了比克的脖子 他吸收的能量已经很强了 接着杀戮一招打败了比克 并将比克丢到水里 天神殿中的悟犯十分伤心 悟空阻止了冲动的悟犯 而比克则沉了下去 悟犯想再次冲过去 却被悟空严厉的教训了一下 波波波昂解释现在去只是送死 而悟空其实也快忍不住了 贝奇塔还没有出爱 接下来轮到17号了 可惜他也不是杀戮的对手 而16号终于打算出场 18号让他别去送死 16号说17 18号都是好人 就在杀戮准备吸收17号的时候 16号一拳打飞杀戮解围 他还说他跟现在的杀戮实力相当 两个人直接开打 实力好像真的差不多 虽然杀戮的尾巴刺中了16号 却吸收不了生命精华 因为16号是完全机械体 接着16号就抓住杀戮的尾巴甩了出去 他还踩住杀戮的尾巴把他拔断了 可惜杀戮有比克的细胞 所以尾巴很快又再生出来了 杀戮再次提升了自己的气 将16号直接干倒在地 就在他冲向16号的时候 16号起身就是一个火箭飞拳 杀戮直接被打飞 16号还把杀戮打进地里 然后他拆下双手 对着那个坑使出了地狱闪光炮 感觉整个小道被灌满的闪光 大家还处在震惊之中 16号让17 18号都快点走 而17号觉得杀戮受伤不用怕了 下一秒杀戮就出现在了17号身后 他的尾巴一下照住了17号 并把他吸收进去 只见杀戮的纹路开始闪光 他开始变成第二形态 16号立马带着18号跑 可惜一下就被拦住了 接着杀戮朝16号出了一招 16号的脑壳受损 就在杀戮准备去吸收18号的时候 18号用自爆威胁杀戮不要过来 结果杀戮用17号的声音骗18号 让他也过来一起合体 可惜杀戮说了一句格罗大人 因为18号他们一直很讨厌 擅自将人类的他们 改造成人造人的博士 破功之后杀戮准备来硬的 而此时天津犯则对着杀戮 连续使出了新气功炮 天津犯不顾性命的阻止了杀戮 并让18号他们赶紧跑 终于天津犯倒在地上了 杀戮则很生气被牵制住 他准备解决天津犯 此时悟空突然瞬移在天津犯面前 他让杀戮多等一天 一天后悟空就能打败他 杀戮觉得是玩笑话 而悟空发现了比克的气 于是带着比克和天津犯 瞬移回到天神殿 而杀戮则继续寻找18号 克林也碰到布马拿到遥控器 并得知遥控器要在10米内才要笑 然后布马就开着飞机去天神殿 送贝吉塔要求新作的战斗服 天神殿中比克天津犯都恢复了 贝吉塔终于从精神时光屋出来了 特安克斯这下又帅了许多 其实贝吉塔进去两个月后就突破了 只不过一直不满意才偷到现在 交的贝吉塔自信 现在一个人可以解决 大家还告诉他杀戮又变强了 随着布马开着飞机来到天神殿 他还发现特安克斯长高不少 头发也变长了 贝吉塔解释纯种塞尔人 出生后头发都不会变 悟空恍然大悟 接着布马将特制战斗服交给大家 然后贝吉塔就去打杀戮了 悟空给了特安克斯两颗仙斗 就跟悟饭准备进时光屋了 杀戮这边觉得18号他们跑不远 所以大声在周围的小岛说 18号不出来他就慢慢消灭小岛 即使变不成完全体 但他已经是最强的了 而16号让18号别冲动 杀戮肯定还是缠你的身子 接着杀戮就真的开始炸小岛 18号立马就慌了 16号说没事那种攻击挡不死你 天神殿这边悟空正在给悟饭 解释精神时光屋的设定 门一关上就与外界隔绝 里面浴室厕所粮食都有 屋子外面据说跟地球一样大 气温会在50度到零下40度变化 空气是地球的四分之一 重力是地球的十倍 悟饭一开始很不适应 悟空说悟饭要先学会变超级赛尔伦 便鼓励悟饭加油 还希望悟饭能够超越自己 不过悟饭没有掌握变身要领 悟空让他要感受愤怒 悟饭也就是变了一下就回来了 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而沙鲁这边的攻击没有停止 不过18号还没有被找到 生气了沙鲁加快搜寻速度 眼看就来到18号所在的岛屿了 此时贝吉塔突然冲了出来 他们两个都降落到岛上 贝吉塔自信的要干掉沙鲁 还吐槽沙鲁长相不太给力 接着特兰克斯也赶到了 18号想跟16号先跑 16号说先观察一下 接着贝吉塔就开始居气 身上的肌肉也变大了 这是超赛1的第二阶段 贝吉塔一拳打得沙鲁尾巴竞篮 接着几下打趴沙鲁之后 还不忘吐槽沙鲁认真点 沙鲁则打不到贝吉塔了 王子基本是单方面连压 而且还不忘顺风就要浪的原则 就这么看着沙鲁把自己的气提升 然后沙鲁一拳打向贝吉塔 可惜没有什么效果 贝吉塔说自己是超级贝吉塔 咦 怎么不说南波弯呢 沙鲁想问个清楚 结果贝吉塔懒得说 愤怒的沙鲁跳上去使出了加力炮 贝吉塔依然没事 沙鲁暂时开始怀疑人生 他再次冲向了贝吉塔 结果被打落水中 在水里依然被揍 上岸后贝吉塔有点失望 沙鲁无比懊悔自己没有变成完全体 他说要是变成完全体 贝吉塔根本不是对手 贝吉塔一连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询问了沙鲁情况 然后一脚踢飞沙鲁 克林此时发现了18号他们 正在慢慢接近中 在纠结了半天之后 克林扔掉遥控器并踩碎了他 还让18号赶紧跑 不要被吸收 而贝吉塔此时正在犹豫 沙鲁也抓住机会开始忽悠 终于贝吉塔答应了 好正了他想打败完全体的沙鲁 不过特兰克斯蓝下要走了沙鲁 沙鲁还让贝吉塔管管这孩子 就在这个时候沙鲁看到了18号 特兰克斯也赶紧大声告知他们 并且拦截又冲过去的沙鲁 不过沙鲁趁机转到地下 并出现在了18号的克林面前 贝吉塔也阻止了救援的特兰克斯 16号出来挡在他们面前 接着克林先攻击沙鲁 却直接被打进墙壁 然后16号攻击沙鲁 也是不痛不痒 最后轮到18号 结果也没有改变 此时特兰克斯冲出来 告诉贝吉塔做错了 贝吉塔说难道不想看下 沙鲁到底有多强 特兰克斯说地狱般的未来 他已经受够了 他一定要阻止沙鲁变成完全体 说完他就朝贝吉塔出招打飞他 然后立马赶来帮助18号逃跑 接着痛揍了一顿沙鲁 而沙鲁找到一个机会 使出了太阳拳 这次他真的吸收了18号了 沙鲁正在进化成完全体 特兰克斯出招可惜没用 只见绿光闪电海面龙卷 特兰克斯还不放弃攻击 但是已经不行了 远处的纳美克星人 都感知到了这股邪恶的力量 完全体的沙鲁终于登场了 克林因为18号的关系 冲过去攻击沙鲁 而沙鲁则毫不在意的 感受自己的完全体 动画原创克林的气缘斩对沙鲁无效 然后克林被沙鲁一脚踢飞了 他还说特兰克斯顾及贝吉塔的感受 隐藏了更强的实力 特兰克斯说自己也是无意中领悟到的 但是不能告诉星高七二的老爸 后面我们会知道不是这样的 战斗一开始贝吉塔就一直攻击沙鲁 可惜却一直打不中 贝吉塔此时已经乱了 而沙鲁才只是热身阶段 贝吉塔让沙鲁使出全力 然后一脚踢中沙鲁要害 结果并没有效果 贝吉塔自尊心再次受挫 他被沙鲁直接踢飞 之后从水里爬了起来 而特兰克斯还在等贝吉塔被打晕 因为贝吉塔肯定不会接受被儿子救 他知道自尊心就是贝吉塔的本体 接下来贝吉塔升到空中 准备使出超级强力的终极闪光 还不忘用言语挑战沙鲁 让沙鲁要正面接下这招 沙鲁也确实正面硬刚了这招 贝吉塔也计算了伤害范围 没有伤到地球 而沙鲁被炸掉半个身子 沙鲁开始做出懊悔的样子 不过下一刻他又再生了 贝吉塔被沙鲁打到失去意识 而特兰克斯则聚集了更强的能量 他现在是超赛1D3阶段 他把先斗给克林 让克林带走贝吉塔 接着是沙鲁对战特兰克斯 力量上明显是特兰克斯占据上风 不过他为了给克林 制造带走贝吉塔的时间 所以故意被沙鲁打 而沙鲁早就看穿了 沙鲁已经不在意不能战斗的贝吉塔 接下来特兰克斯毫无顾忌发挥实力 还将沙鲁打落地面 可沙鲁却说即使力量超过他也没用 果然特兰克斯的攻击打不到沙鲁 特兰克斯继续提升自己的力量 气肉变得更大快 可惜依然打不到沙鲁 反而被沙鲁痛揍了一顿 而在精神时光乌中 悟饭的修炼有效果了 悟空这几天却一直静坐思考 然后他站起来变成超赛1D2阶段 接着又变成超赛1D3阶段 不过他说这样赢不了沙鲁 他说第三阶段虽然力量提升很大 可惜已经牺牲了速度能量消耗也大 从平衡性来看 普通的超级赛亚人状态才是最好的 他让乌饭从现在开始 尽量保持超赛1D的状态 并把这个当做普通状态 首先从消除超赛状态的兴奋感开始 要学会保持内心的平静 悟空总能找到正确的路子 而沙鲁其实也看穿了 超赛1D3阶段的弱点 而且他自己也能变成这样的状态 不过这种状态牺牲而速度没太大用 他还说贝基塔都知道这点 特兰克斯才明白是自己太年轻了 他此时已经丧失斗志了 克林这边中途为了贝基塔吃鲜豆 贝基塔醒来感知到特兰克斯的情况 立马就飞去救特兰克斯 而沙鲁此时问了特兰克斯几个问题 如果他给大家时间是不是还会提升 特兰克斯说不清楚但是可以试试 沙鲁还问悟空怎么没有来 特兰克斯说他为了达到沙鲁在修炼 于是沙鲁准备举办武道会 他要跟更厉害的人战斗 塞亚人的细胞就是浪 特兰克斯不明白为何沙鲁要这样做 沙鲁说跟强者战斗可以提升自己 还能让世界感到恐惧 他对征服宇宙没兴趣 非要说原因大概就是为了享受吧 最重要的是看到人类恐惧的表情 说完就走了 贝基塔他们此时赶到现场 特兰克斯告诉他们情况 他和贝基塔都想再次修炼 而16号也想参加战斗 特兰克斯不理解 但是克林带着16号去找布马修理 因为他觉得人造人并不坏 之后大家来到布马家 特兰克斯也见到外婆 布马的爸爸修理16号 归线解释了之前舞蹈会的情况 沙鲁则找了一个地方 开始制作舞蹈会的擂台 然后去电视台进行直播 先介绍一下自己是谁 然后说自己9天之后 要举办名为沙鲁游戏的舞蹈会 规则是他一堆多车轮战 投降或者掉到场外算输 被干掉也算输 如果大家都输了 他就毁灭世界 说完沙鲁就走了 贝基塔准备去天神殿修炼 布马先帮特兰克斯剪头发 地球目前一片混乱 天神殿中比克解释精神时光屋 一生只能待两天 超过48小时 房间出口将消失再也出不来 按照这一集的设定 贝基塔准备特兰克斯还能用23小时 然后悟空和悟饭终于出来了 悟饭长高不少 并且他们一直保持超赛状态 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吃一顿 贝基塔也感受到了悟空变了 布马此时正在修理16号 他脑子里都是悟空的资料 估计是回路太多 16号还具有某种温柔特质 悟空这边已经知道情况了 他又换回了自己的衣服 而悟饭让比克给他做一套战斗服 贝基塔问悟空是否可以打败沙鲁 悟空说还是先去看看再说 他来到了沙鲁这边 悟空说自己一定会来 并让沙鲁在这个期间不要再杀人了 回到天神殿后悟空轻松的说赢不了 比克开始安排进精神时光屋的顺序 天晋饭主动放弃因为差太多了 不过悟空说他和悟饭就不修炼了 大家都很吃惊 悟空说进去也没用还是好好休息 他还说自己已经超越贝基塔很多了 之后他就带着悟饭来到了卡琳塔 雅琪罗北市已经住在这里了吧 接着悟空准备运气 让猫仙人帮忙看下是否能超过沙鲁 天神殿上比克说 悟空他们已经将超赛常态化了 贝基塔说悟空应该觉得那是 最佳状态平日保持的话 就算战力提升对身体负担也变小了 说完悟空就开始提升自己的气 采用了一半的力量就被叫停 但猫仙人说可能还是沙鲁更强一些 悟空则说跟自己想的一样 然后带着悟饭去贵仙屋 贝基塔也要更加努力修炼 悟空现在的计划是休息三天 锻炼三天然后再休息三天 齐齐看到悟饭的发色 也为他去懒罢了 而沙鲁在做一些乐身运动 悟空和悟饭去钓鱼 悟饭很开心有爸爸陪伴 克林此时也过来了 因为第一次打贝基塔时 悟空说过要带悟饭一起钓鱼 而克林则抱歉自己没有停止18号 只有他们家长里短的回忆了过去 然后悟空他们还去野餐 中途人类还去攻打杀戮 结果可想而知了 悟空此时去找比克 想让比克跟天神分体 因为需要龙珠复活人类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 然后悟空就准备去找纳美克星人 让他们找一个人来做新天神 不不很开心呢 可惜悟空感知不到纳美克星人的气 于是他先去找戒王 而戒王正在睡觉 他好像不知道地球发生了事情 还说悟空身边怎么老有大事发生 悟空也告知了莱伊 戒王探测出了位置 然后悟空就去找了 纳美克星人虽然没见过悟空 但是知道悟空救了他们 悟空告知来意之后 大家推选丹迪去做新天神 然后他们就回到天神殿了 悟空还带了克林和悟饭过来 大家都很开心 丹迪说做龙珠要一百天 不过要是复活地球上的那条龙 可以马上完成 克林希望可以许三个愿望 比克希望一次可以复活多个人 丹迪说没问题 不过复活多个人等于用掉两个愿望 然后波波就拿出了神龙模型 丹迪立马就让神龙复活了 各处的龙珠都苏醒了 悟空烂物饭不用修炼陪丹迪玩吧 然后就去找龙珠了 而大家还是不明白 悟空知道打不过杀戮 为何还如此轻松 对了 撒旦在这个时候也出场了 作为世界格斗冠军的他 也要去参加杀戮游戏 很多人类都支持他 很快时间就到了 大家也都做好准备 不过克林说神龙还是没有办法 复活已经复活过一次的人 丹迪也说自己没加这个设定 不过悟空说大家都不要挂掉就好了 然后他们就出发了 我是全书 下期来看杀戮游戏啊